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带着一个小孩 凭什么跟咱响子帮叫板我问你 真是可惜了 还以为咱能交个朋友 交朋友 带不是我看不起你 我这可是有八个好手 而你只带了个小孩 不要让人看见了不发我们响子帮欺负人吗 我是个讲理的人 可不能让人误会 滚妹 这是何必呢 出门在外 无非是为了求财 做不成朋友也莫伤了和气 何气才能生财吗 侯友这小嘴骗子巴巴巴能撇得很吗 是不是啊 刀马就是能收回的 小七 照常蒙上眼睛数数 呃 这次数到几 嗯 你随便想个数 嗯 九 好 那么数到九 坏人就会全都躺下了 他们是坏人吗 呵呵呵 客个儿都那么丑 当然是坏人 放手 我把你嘴给你撕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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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死 我的补兜快 老大接着 老大 我这把刀借给你吧 我这要多少有毒素 都给我上啊 赶紧他 大 到这儿而已 六 后面怎么是八 七呢 七 Mong〔在这儿啊 哈 啊 啊 大哥饶命啊 喝你一双踩 等一下 三倍加钱 好商量 好商量 不等了 看你这落魄样 没着钱 大哥 这里不 不止三倍全归你了 那这把刀给还我了 还还还 好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行 没你的事了 大哥 我还有个疑问 我们响子帮 也想神出鬼没 连马快都飞踪不到 你是怎么就找到我的 凑巧路过 啥 阿清 咱们该走了 走吧 啊 天消兴兴 且为离开 我还有个疑问 他在这把刀子里面 带你来 我还要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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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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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為什麼不說話呀 這個人已經斷氣了 是條漢子 站著死的 這些怪物的屍體 全是他幹掉的嗎 嗯 差不多 但 他不是一個人 看他們的兵器和統一的行頭 應該是關內來的標隊 砸倒了世人鬼的襲擊 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搜一下嗎 說不定有值錢的東西啊 笨蛋 那就成賊了 而且 拿死人的東西會造報應的 不 這是怪物頭痛吧 看來 這就是戰場的末端了 好一場慘烈的死殺 世人鬼果然跟傳言中一樣 凶殘的暴力 老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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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 你帶著 好刀 看起來是關家名門的刀 這口刀的主人身份應該不簡單 是這位姑娘嗎 刀馬 不是說此人的東西不能拿嗎 不是拿 我只是借用一下 這種好刀要是留在這兒 被賊人拿去賤賣 那就太可惜了 走吧 我們該回去找老墨了 刀馬 看前面 這次是活人 救救我們 救救我們啊 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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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關內來的標隊 剛被羅刹襲擊 這孩子受了重傷 要馬上找大夫 再晚就沒命了呀 三百錢 一個字都不能收 好 錢袋已經弄丟了 我們身上 就是剩下這麼點兒 可惜了 還以為咱們能交個朋友 就 就當是定金吧 老漢是五微標行 西域七標頭老油的 只要把我們送到鄰近的姬市 剩下的我一定會補給你 以標旗為師 絕不拖欠 你們的旗子已經倒了 我憑什麼信你 那是 是這孩子身上的 那些零錢收起來吧 要及時賣的葡萄桿吃我的朋友 這賣賣我做了 不是她嗎 她是真是死的嗎 我問說她是男人 是男人 是女人 我問你們兩個人 我知不知道 這人是女人 两枚金币 老阴 下一个 等等 死牙子 你是不是老花眼了 这可是秋辞国的上等美女 就这自制 少说也得给我五十个金币 无礼之徒 竟敢置疑我阿阿她的鉴定 确实 她本应该是一等品 可惜被你损坏了 即便被火前烙印 也神情恍惚不知痛惧 这是被下了过多的迷药所致 这可平不了好价钱 你父亲在世时 非常尊重这个行业 你这样做 我是在给她蒙羞啊 死牙子 竟敢断我财路 阿玉啊 够了 阿玉啊 老墨 你家这丫头 现在是连你都管不住了 刀马 你回来了 还有我 还有我 当然当然 有刀马就有小气 还有两位新朋友 好好的脸 竟被看成了这样 该死的罗刹突然来袭 我们没有防备 罪队的标识全部惨死 只有我们俩逃了出来 这种事 每三年就会发生一次 躲在暗处的罗刹 开始出来袭击来往过客 只不过 今年来的比往常早了一些 你 你要干什么 放心了 那是在救她的命 这位可是西域里首屈一指的姓灵高手 这些蛊虫 是在给伤口排毒 这样再过两三天 命就保住了 阿探 这种小事您就让我来 办不着您亲自操劳 刀马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 得亲自招呼才行啊 刀马你真是 连续一个月无声无息 一露面就是带着两个不黑不白的外人 竟给阿探偏文 你这丫头 我这带的可是生意 丫头 是生意 老墨 帮我查一下这张悬赏令 若不是那张悬赏令 这孩子也不会来到西域 更不会遭这种罪了 怎么说 悬赏令上的逃犯 是她的杀父仇人 我们当家的为了让她亲手复仇 从官府接手了这张悬赏令 可怜这孩子为了报仇吃尽苦头 如今变成这样 这仇他是报不成了 这么说 只要我把双头蛇的人头 送到你们五位标行 这六千钱 你们就能当场给我了 话虽如此 但这司逃到关外 八年来已彻底销声匿迹 找人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天底下 就没有我耳榻找不到的人 卢河 找了几天 有消息了吗 双头蛇 是用双刀的高手 传闻他心狠手辣 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做 只不过八年前 牵扯到一宗朝廷高官的命案 不得不隐姓埋名 易容乔装逃到关外 相貌可以改变 但总有些地方是无法改变的吧 不错 不错 他的腰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 刀八字蛇纹 是无论如何也乔装不了的 我的眼线告诉我 他不久前在一个地方见过那个鬼神 你不得不得了 什么地方 不着急 我的朋友 在此之前 我想劝你一件事 你不是想劝我不要去吧 那不是个好地方 我只怕你有去无回 只要赚了这六千钱 我就不再欠你了吗 刀马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没有相欠一说 王墨 你是了解我的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也不拦你 你带着小气 务必小心谨慎 往东西五百里 当你看到一片红土地 那儿便是赤沙针 赤沙针靠温泉发迹 原本鱼龙混杂 还一片乱象 不过 自从朝廷派了个官吏 常贵人过去以后 就没人敢再惹是生非了 那常贵人手段强硬 你这样进去抓人 他是不会乐意的 你千万相信 看来 咱们来对地方了 人一旦没有规矩管着 就跟畜生没有量药 我倒要瞧瞧你的规矩 是不是真的没有例外 刀马 我不在乎你的默契 也不会去探究 你是为人节 小孩 你天要找的人肯定就在里面 闻蛇为证 我的名号是 双头蛇 犯事就会被吊死 这种破规矩 也就你们香巴佬会怕 对我们响子帮来说 这用没有带 前些天 老子一个人 砍死十七个放汗 都没有人来敢找我麻烦 真的吗 我骗你个嘎娃干啥呢 当时我手起 啪刀落 十七个人 眨眼间全被我砍死了 当然的 瓦妈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不过话放回来 行走江湖 受伤乃家常便饭 算你瓦祖院 现在我们帮派人手紧缺 想不想加入 想 行 以后跟着我 不用管那些破规矩 不过 赶贵 有客 你先得交些入邦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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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抵哥呀 客官 里面请 客官 要住店吗 不急 我先说点事 我到这来 是要找个逃犯 我知道他现在就在赤杀镇 或许 他就在你们当中 我恨饶命啊 我的家道已经全都给你了 你把我放挂上 你试试 你试试 我试 我试 箱子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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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莫疼不顾 不信 别乱摸脏东西 老板娘 一间上房 呸 原来是个闹钟 阿兰 送贵客上楼 知道了 娘 大侠 行李交给我吧 大侠 这边请 让我来吧 小兄弟慢点 啊 有个事忘了说 我要找的人 腰间有蚊蛇 谁要是有线索 记得来找我 必要中心 怎么办呀 相公 这水又用光了 自从常规人建水坝 掌控了水源 我们就只能高价 跟他们买水用 客人越多 反而赔得越多 这几天赚的数 还不够缴税 还差多少 还差两千千 十天内凑不齐的话 就只能 只能把客店充公了 我这就去求常规人 可是相公 我们之前 求了这么多次都没用 常规人摆明了 就是要针对我们 甭担心 我能处理好的 你能处理好啥 哪来 常规人会听你的 客官 您要出门吗 掌柜 听说你们赤沙阵 以温泉文明 但我怎么没见着啊 我刚好要过去办事 不如我送你一程吧 那就有劳掌柜了 不妨是 小兄弟 我儿子就偷给你照顾一会儿了 是 大侠 我也要泡温泉 我也要 我也要 傻小子 小孩子泡温泉会生病的 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那我要吃面条 大 大侠慢走 来来来来 客官 这衙门院内便是镇上唯一的温泉 唯一 你们镇不是以温泉发迹的吗 怎么只有一处 不 自打常贵人被派过来治理驰沙阵以后 便把镇上其他的温泉全堵了 因此 衙门内的温泉不但价钱贵 还有个规矩 好好好 你忙你的去吧 泡个澡还跟我讲规矩 好 站住 不许您的池子 不许您的池子 这 看破坏 你 要死啊 不许您的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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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来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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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那些的池子 就算了 那些池子 不许您的池子 就算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小孩 跟你爹说 说我为徒好不好 咱们一起闯葬江湖 麻烦 被笨蛋缠上了 你不是也有爹吗 还有那么漂亮的娘 我也想有娘 我爹 他就是一个孬种 说了多少遍 常贵人是不会见你的 此心吧 还请公子帮忙通了 再不管就不止是打脸了 不许胡说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他的 是他不明白 镇上有本事的 都去做常贵人的手下吃香喝辣的 是他没出息 所以 我要快点编墙 被常贵人赏识 这样 才能撑起这个家 小孩 是不是我帮你爹 抓到妖剑闻蛇的人 他就能收我为徒 常贵人那帮天生护卫 个个都是高手 有些是他的旧部 有些是犯过案 被他招揽过去的 你爹要找的人 肯定就在里面 他们是我招来的好手 但是没有你要找的人 想必你来此之前 已经打听过了 过来赤沙阵之前 阵明为了争夺水源 斗得鸡犬不宁 人一旦没有规矩管着 就跟畜生没有两样 爹爹 好了 如今朕鸣安分守己 朕自欣欣向荣 这便是规矩的力量 到这里的所有人 都得守规矩 就算是我都不例外 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也不会去探究 不过 你是为人杰 我很欣赏你 干脆留下来跟我吧 凭你的身手和胆色 跟我一起把镇子打理好 也能赚到的 可不只是那点悬赏金 如何 听起来不错 可惜 我这人天生爱逍遥自在 济人离架的日子过不惯 告辙 你 他 然后 就这样帮他走吗 哼 刀马 我定要得到你 倒马 你这是 刀客 我要是告诉你双头蛇是谁 你能分我多少 那得看你的线索值多少 我需要钱 要保住客店 我至少需要两千钱 刀客 我问你 双头蛇要死的还是活的 我只要人头 好吧 我就是双头蛇 玉安 玉安 孙玉安 儿子 你在哪儿 玉安 什么人 出来吧 别怕 别知道恋我辛苦 爹不怪你 跟爹回家吧 玉安 你随标和随标头 我要花钱买你的命 我是头 头 别怪我 我跟你无冤无仇 只想给我儿子赚点钱 小娃儿 你害怕 我马上就让你跟你爹团聚 你要是化成鬼 可不要找我儿子讨命 要找就来找我 文蛇为证 我的名号是 双头蛇 我的人头 你就去走吧 我只求 你能分一半赏金 给我家人 掌柜的 是常规人指使的吧 是要再颠颠我的金粮吗 为何不信我 文蛇双刀为证 我就是 一个人做了半辈子的杀手 借心便会成为本能 这么简单的一招都接不住 就别冒充高手了 早点去睡吧 大侠 你终于回来了 大侠 我可以帮您找双头蛇 请您收我为徒 这点先是照顾我儿子的谢礼 有劳你了 小琪 醒一醒 这 这小子 好香 不行 给我吃 咱们上房再吃 给我吃 给我吃 来 给我吃 走 回房 喂 别强 回房再吃 我回来了 相公 他那怎么样了 谈得怎么样了 别担心 我 我会再想办法 你哪次想出办法了 每次都是两手空空的回来 还被人做成那样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爹说话 我说错了吗 他算什么你 算什么一家之主 我受够了 来 哈莱 你要去哪儿 放开我你这个窝囊废 我想去哪儿就是哪儿 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哈莱 哈莱 你没事吧 哈莱 你没事吧 哈莱 我来是替爹爹知会你们的 今天不缴清税款 你们就得把客店充公 哼 七 七 七 不是还没到吗 给我住嘴 丢命 找来那么一位高手 不就是想造反吗 什么穿不逃犯 都是掩人耳目 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哼 来人 把他们抓起来 剩下来人上楼 你们要干什么 将那粗笔的满腹 干什么 骗不着明日的太阳 是 这点心是哪儿来的 好好吃啊 捡来的 下次再给你多捡点 什么 是啊 嗯 嗯 嗯 车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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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不要說了 公子 冤枉啊 樓上的人跟我們根本沒有關係 請公子放我們一條生路吧 過幾日 我定能湊齊睡款 你這沐浴腦袋還真是什麼都不明白呀 我告訴你 常貴人早想將你們客店改成驛站 斷水增幅就是為了讓你們失去 就算你交上睡款 你們一家還是得給我滾 給了你這麼多機會 可你們就是死賴在這裡 還說不是想造反 今天我就要把你們這群逆賊一併鎮充 動手 阿蓮 阿蓮 你們打我 罵我 棄我 輸我 怎樣都可以 但是 不准 碰我家人一個狠 默契火 垂死掙扎罷了 要給我看死的 上 這個人 是誰 這個人 是誰 来 来人哪 下楼 全给我下楼 大神 刚才真是失敬 那么咱们继续谈买卖吧 踏入江湖 是为了养家糊口 生平第一次杀人 代价是一碗烫面 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 杀手是多年以后的事 一直到我接下了五位标行的买卖 遇到了那个孩子 小婉儿 你要是化成鬼 可不要找我儿子讨命 要找就来找我 我知道 我早晚都会有报应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提到了 你别乱来啊 我可是成鬼仁义子 你敢伤我 弟弟不会放过你呢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表哥 事到如今 赤沙尘已经没有我们家的立足之地 我死了以后 求你把赏金分给这孤儿寡木 让他们有个恩断的法子 如果你答应 我的神头就给你 真奇怪 你凭什么信我 你也有孩子 而且你是个好父亲 我看得出来 我却从来都不是 爹 爹 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对 无论是何种下场 都是罪有应得 但我蹊跃是无辜的 我想至少在死的时候 给他们留下点什么 哼 本性是露出来了 可惜反应还是很顿 爹 小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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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贵人 你的手下三更半夜入室杀人 是你下的令吗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若是你下的令 那你我之间便无话可谈了 若不是 那便是你这条狗擅自惹事 他就交给你处置吧 爹 爹 救我 我倒要瞧瞧你的规矩 是不是真的没有例外 若没有例外 你能为我做什么 为铁面无私的人做事 好像也不错 我会考虑 爹 爹 爹 饶 兵 如何 刀马 考虑好了吗 不着急 还可以 再调高点吗 好 我就再给你点时间考虑 把另一个罪人也压过来 行行 我这叫蓝蝎 死了有点价值啊 爹 大甲 今天救救我爹吧 救你了 别傻了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杀你爹 我不是什么大姓 不想 只是一个镖客 可真是孝顺 再跳高一点 阿蓝 不要难过 可真是别的方言 因为爹的嘴银太沉重了 爹 我做坏你了 是我错了 爹 你成主 不要 不要惭罩我们 爹 爹 你 我想好了 取人头总归是要亲自动手 没错没错 刀猫 你在耍我吗 当然 首先 我讨厌怪兴 不过更重要的是 我讨厌屁股下巴 喂 风刀蛇 没死的话就拿上你的刀 我不杀手无寸铁的人 不过 我们的账稍后再算 你放开手脚 你放开手脚 看我这儿吧 别看 闭上眼睛 叔叔就行了 叔叔你快吧 狗马 看来你也只能自己动手 刀马 你这种人历来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幅豪神的富贵路 或者死路 我给过你机会两次 不过没有第三次了 我现在就要让你知道 辜负我的下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屁股下巴 二对一嘛 无所谓 来吧 不只是你 每一个都是二对一 双头蛇 准备好受死了吗 抱歉 彪哥 为了我的家人 我已经不想死了 咱们就看看 谁能站到最后吧 你 挑 你先收拾吧 渣子 来 刀猫 你让一个就是你 逃避 爹 爹 狗 刀猫 给你克制杀害朝廷的官司打劫不到的死罪 官司会派出最顶尖的马快追过你 你的宣伤令将传遍天下 写的同行都会追杀你 从今往后 你将一刻都没法喘息 直到死的那些 你都会后悔 为什么当仇不走我 给你的鲁 鲁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闯出来的 爹 你不要死啊 那个小孩 还是他父亲死的时候 也是这种眼神 爹 先好 我没有杀那个小孩 先好 我会教我 一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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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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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小 給我界六個全石吧 求你了 拿了死人的东西是会遭报应的 没错吧 刀马 老板娘 结账了 我要找的人 看来不在这个镇子 刀马 我们的战是不是又还不清了 没事 总会有法子 那咱们会像那个屁股下巴说的 从此要一直逃命吗 有地在 你啥都不怕 地厅前辈 上头要我们先放下别的禅师 全力追捕一个带着三四岁小孩的中原人 上头说 只要将目标缉拿归案 我们便可复归萧綦卫 看来此人来头不小 这孩子 原来还活着 哦 地厅前辈认的字表 何止认的 小七尾未有今日 全拜他送赐 是 你 一身黑行道 才拿着牌子 做不了 是他了 兄弟们 杀 你赏金五万钱的刀码 这人走 我们拿定了 追了你了 我真讨厌 换钱 连我都想把自己抓了换赏钱 杀住 杀住他 好 杀住你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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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给了马匪滚开 这是我们的猎物 权道权德 兄弟们 刀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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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时杀 莫店里武好了 小心 试好了 黑行已经不坏了 我抓紧他 要是黑星淘下了 我会抢他们的忙 你绝对不能松开我 明白吗 加把劲儿 老朋友 咱们一起拜托他们 我 把你丢在这儿 是 追上吧 我追上吧 你懂吗 快点接着 过来的名人 这女儿的人员可真好 小心 抓紧了 驾 快上 放 过来的名人员可真好 刀麻 跟我来吧 他在等你 他说有个人你一定要见一见 这有什么好物 再来看一看 给我看看那个 大小姐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 大小姐 好多新面 就算是给我接风 你也不必弄这么大阵仗来吧 我只要你们这群姑娘就够了 来了一位客人 身份很特殊 所以多顾了一些人手 老莫呢 怎么没见着她 而她吩咐暂停一切生意 即使全面戒严 她老人家也不再露面了 只是出去跑了一趟 好像很多事都变了 有些事 是永远不会变的 总是会变的丫头 会变的丫头 好了 说说那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吧 那个人 比你还要乖 阿他叫他知识郎 大小姐 主人在密室等您 嗯 知道了 阿他 我们回来了 刀马 路上受苦了 没什么 有姑娘们护驾 我自得其乐 那就好 刀马 知识郎说 这名字是随国萧綦卫的内部别号 知道的不少吗 知识郎还知道 曾经有个无名少年 出身太原相语 他伸手不凡 浑身是胆 在战乱中大写伸手 随国一统中原后 被破格提升为萧綦卫 此号 刀马 知识郎还知道 小七这孩子 生一生 叔 你 到底是谁 知识郎又是谁 刀马 快住手 我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是来帮你的 我知道 刘洛西域这三年 你一直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现在 你可以完成你的心愿 刀马 你将护送知识郎到长安 看来你不大喜欢知识郎 我也没有必要喜欢他吧 从这里到长安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你会慢慢习惯他的 让一个通缉犯去走这种标 不太妥当吧 或者 他跟我一样 也见不得光 整件事有些复杂 说来话长 那就不必说了 刀马 这是我最后一次托你办事 那么走完这趟标 咱们就算两清了吧 世间的事都是你帮我 我帮你 不用算得这样清楚 算不清楚的人情才是最要命的 这趟标我接了 天亮就继承 来 小心 我还 坐好 刀马 这些是路上用的盘缠 还有通关文别 来路是干净的 又不是要走明道 用不着这个 怎么多了两张 这么巧 消息会刀马 我们正好顺路呢 阿莫 你竟给我塞一些麻烦神功 阿羽呀 也是时候到外面见见世面 有劳你照应了 不必劳烦外人 大小姐由我照顾 阿宁 这儿没你说过的份儿 是 对不起 小姐 小七 咱们该走了 刀马 你这趟标不太平 急事也不安稳 不如我安排小七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身边 对吧 小七 老莫 我给你写心报平安的 我也会为你祷告的 阿榻 阿榻 果不在的期间 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早去早回 不用担心我 快去吧 出发 刀马 我家族的未来 就托付给你了 愿生活照亮你们的前方 小七 你好像特别开心啊 嗯 因为我家在长安 我要回家了 是吧 刀马 是的 长安就是你的家 那你呢 你去长安干嘛呀 嗯 你们还是别知道的好 这么神秘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也罢了 反正早晚你们都会知道 告诉你们也无法 知识郎去往长安 是为了颠覆朝纲 陛下 陛下 借借为了迎戒东都 和开凿运河 媚愿已正有百万难听 若为北巡和修筑长城 再添摇曳 便是 举国就义了 陛下 愿征巡游 大兴攻势 只会大乱民心 老臣二人跟随文帝 打下了这片江山 实在无法坐视陛下 挥过国运 陛下如果一意孤行 必是亡国之举 恳请陛下三字而后行 佩侍郎 你也是 来警戒的吗 裴侍郎 你也觉得 朕不该北巡和修筑长城吗 微臣在整夜接到宣报 特来向陛下走报 一名失踪已久的叛党余孽 最近现身 雷侍郎 正派你掌管张业 不是为了打听 这种无聊的消息 启禀陛下 那叛党余孽正是花言团鬼手 致侍郎 杀了吧 可如今西域是突厥和突厥魂的地盘 杀人恐有不便 那叫通兵他们 话子到往 为臣不会让陛下失望 很好 即日起 朕命你为黄门侍郎 全权处理西域十一 下次再来见真 记得带上 知识郎的人头 请安工 在感写中 咱们 尖宗 我 除了 啊 当马 什么时候能歇脚 知师郎已经累了 半时之前已经歇过了 你管那种随便坐在路边 喝口冷水吃点干粮 叫做歇脚 那不然呢 知识狼并不同意 知识狼说的是 一所体面的驿站 有瓦折头 有墙挡风 舒舒服服的炙上一顿热腾腾的汤饼 吃饱后再用热水洗个澡 烫到床上盖上干净的毯子 最好才能来点小酒助助兴 那才能叫歇脚好吧 那不叫歇脚 那就做梦 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个行走的前代 当然知道 人为财子 你要为食王 有谁会不喜欢你这个价值五万钱的人头 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选我护标 因为知识狼需要的标课 既能也一挡百 更要熟知地形 等他挑着人少的地方谨慎改路 最重要的是 绝对不会出卖知识狼 所以 你是认可我了 没错 我一直很欣赏你 刀马 你很有本事 那就给我闭嘴 我说歇脚就歇脚 我说启程就启程 明白吗 明白了 但知识狼还是要歇脚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一副若不禁风的样子一点路都走不动 要怎么颠覆朝廷 知识狼只是一个点灯人 而点灯人不需要武艺 点灯 点灯 点啥灯啊 你是这样有灯吗 民心 民心中暗藏着怒火 只需轻轻点燃 便会烧进中原 栽赃中原 烧向辽东墨北 以及这片大漠上的每一寸土地 最后 便是划满天下的新世界 刀马 终于被我折服了吗 小七 记住了 别跟脑子有病的人说话 会被传染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跟他说话呀 因为大人不影响 头门 终有一天 终有一天 你会明白我的 好奇了 是马车 是知识狼要坐的马车 停一停 夹我一个 我不双倍钱 好了阿姨啊 把家伙收下来吧 咱们继续赶路 记住 别随便跟陌生人搭话 你永远不知道 那种马车里藏着什么 知识狼知识 想坐马车 少废话 快上马 小狼君 你收了老头多少钱来捉我们 一千 还是一千二 喂 说话呀 你是哑巴吗 你知道老头会怎么处置我们吗 他会生生剥去我们的脸皮 然后切断四肢给伤口止血 再把人在太阳底下晒上一天一夜 最后剁碎喂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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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 嗯 嗯 嗯 其实我也看不上他 只是想摆脱那个恶心的老鬼而已 嗯 嗯 嗯 不过你不一样 你是我见过的最俊俏不凡的男子 只要小狼君肯放我一条生路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驾 驾 累了 你不好奇 他们为什么都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吗 小狼君不妨解开我试一试 唉 春宵一刻 值千金哪 痛死人了 驾 驾 黑夏日 刀麻 你也听到了吧 噓 是刚才的马车 丫头 跟上 说不定咱们还真有马车坐了 等等我 别扔下公主啊 好痛 伤痛 再临于是 放居在暗中复合 于是我们可乘 于是我们可习 你不想啊 他们在喊什么 听着不像突厥语 是范语 可谓指的是罗刹 我们不要请据妄动 先警官启变 下来 漂亮 想跟姑娘亲嘴 得先把脖子洗干净才行 杀好的借鸭 还以为你也被摔死了呢 我的小狼尖 你们修剪鞋 那便让你们剪开够 都到这地步了 先把我解开再说吧 你不懂连香心育吗 想勒死我呀 别拖着我 喂 喂 后面 小狼尖 小狼尖 看来这群猴子根本不怕你哦 但你再不解开我 我们俩可得一起死了 哇 听阿他讲过 罗刹都是食人怪物 没想到还会使用兵器 他们不是罗刹 小七见过罗刹 他们有四只眼 尖耳朵 獠牙往外翻 还有满头红发 想找回样 是 是这样吗 是败规者 他们是败规者 什么是败规者呀 大漠中有一群人 将罗刹奉为神明 称之为护者 每逢罗刹出没之时 这群人便会学他们袭击过客 名曰献祭 然后将强大的财物拿到试剂 可以换取五十三 这是一种始于先前 性于未尽 流传至今的迷幻药 服用或会令人产生幻觉 长期服用够了中毒致死 所以他们的心智普遍都不正常 不怕痛也不怕死 难怪他们都不怕那个人 这样下去 那个刀客快撑不住的 更何况还有个弱女子 哎呀等等 还不动手吗 难道你要见死不救 咱们是俗人 可不能平白无故去替人出头 那要怎么做 谈好条件 双方达成共识 银火两气 这才叫好买卖 小七 想不想坐马车 嗯 好呀 知识狼也要坐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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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你 开头接着 大马 我跟你一起去 嗯 你得待在这里照顾小七 啊 还有知识狼 哼 还有我们要松的镖 哼 等我谈妥就给你信号 啊 可真是英雄煞爽 气宇干王啊 是英姿煞爽 气宇轩王才对 不过 甘薛二字警察一车 而你的英雄此刻 正循车而去 不可谓不贴合 小姐用此 真是巧不可见 妙不可言的 嗯 一二三 但她 不是英雄 啊 啊 啊 我是你小子 啊 还想死呢 尽管上来 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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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刀客 朋友 今天的天儿不错 我想跟你谈个好买卖 你要马车 等马没了 正好我这边有几品好忙 看来你不喜欢交朋友 滚 没你的事 火气挺大呀 我只说一遍 下一刀就直接砍了你的马 刀不错 不过 再砍五六人这刀就得崩了 等你被插成肉串 我再来收拾残局 照样能收了你的马车 反正我不亏 要不要硬着 就看你怎么睡呢 我再跑三圈 你好好琢磨 大哥 他们在干什么 刀马有刀马的道理 别省强了 先答应再说呀 还剩两趾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一起 你快答应了 你把我放了 你把我放了 最后一圈 不到了不到了 你把我答应了 原来这是小妹妹做主嘛 你不说话 就大事应成了 好 那就算是成交了 不过 我还得加个条件 我们是生意人 要到关内进货 你们二位是去哪儿呢 长安 那巧了 咱们正好顺道 来 认识认识 我叫刀马 信惠 我叫阿玉雅 你们不要紧吧 我叫小七 记住也好 记不住也好 我的名堂很重要 知识狼要坐马车 知识狼要坐马车 小女子是燕子娘 江南人士 多亏各位出手相救 尤其是这位 大哥 这位大哥不止身手了得 还这么体贴呢 举手之劳罢了 我说 好好一姑娘 不能像条狗一样被拴着吧 朋友 把姑娘解开吧 这便是我的附加条件 谢了 你一个江南人 怎么跑到大漠里来了 说来话长 奴家命薄 打小被卖给了一个糟老头子 饱受虐待 像那杨司空府上的红府姐姐 动得勇敢地跟李耀师私奔 我就想给自己争一争 那这位 他 这位小郎君正是给 那个糟老头子卖命 来捉奴家回去受死 一来就把我给绑了 一路上半句话都不说 我是问他姓名 奴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只可惜这么好的身手 却要给那个老头子当狗 说 幸会了 那么诸位 先上车吧 阿妮 拜托你了 我干嘛要听你指挥 阿妮 请你驾驶马车吧 好的 小姐 小子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看见离开 乐四爷在那条船上 乐四爷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 你是什么东西 找死啊 我只问一遍 乐四爷 他在 这位壮士 壮士 壮士 這邊 壮士 樂四爺有請 好 年輕人想在長安立足知道規矩嗎 知道 先去你一杯酒 嗯 不過話我先說在前頭 長安是天子腳下 市井裡辦事 規矩也比外地多 外来客想在长安落脚 主要看底子 光有手艺还远远不够 请自教 若家谱跟官家挨得上 就能到东市挂牌 做官府的生意 要是哪边都挨不着 就得靠自己积德 到这虚实来开张 你是单名一个术 对吧 有名无姓 便是没有家谱 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 多了去了 今晚就离开吧 长安容不下你这种 没家谱的刀手 凭你的手艺 去南方也不愁发财 我就是从南方来的 这年头 各门阀豪族都在暗中招兵买马 想要在北方发财 龙溪 幽州 青州 都有大把的机会 我不想替大官显贵卖命 我只想在长安落脚楼盛 因为 这是我的故乡 想在老家 继续做以前的买卖 只要乐死也可为我搭桥 但礼金今天我不收了 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 两年前 杨司空府上有个家计叫红福 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到最后都没找回来 大人物出了丑 街坊们一直乐到现在 我也跟着笑话 但最近我笑不出来了 我家里有个小丫头 有样学样 也跟我的小喽喽跑了 让我也跟着被笑话 我要你办的事很简单 把他俩活着带回来 要在大兴城坊间立足 得讲德行 这就是你要积的第一个德 德行积够了 你的身份便不成问题 当心点 那丫头很机灵 莫出了差错 让大家都没面子 你看到了没有 小妹妹不要紧张 我只是觉得 这位大哥有点眼熟 你什么意思 我好像在关内 看过一张悬赏令 好巧不巧 那画上的人 长得跟大哥 还有大哥怀里的孩子 又没一样 说那人杀了个官 被悬赏五万金 赢得江湖上 大把人出关追查呢 大哥 大哥可不能大意啊 现在的人为了钱 什么卑鄙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要不 你还是把他拴起来吧 不用了 就这样 别让我卷入你们的麻烦就好 很好 追上他们了 今晚可能会起大风沙 我们动作得快点 要赶在他们前面进入驿站拦截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裴侍举 要我们五大家族去介入他们之间的争斗 管他想什么 这只是一场交易 我不相信外来人 他们跟突厥人一样 嘴上是蜜 秀里是刀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捅向我们后辈 我不相信外来人 但同样 我也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家族 不过 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 安玉亚要怎么处理 她要是碍事 也一并除掉 下不了手的话 我帮你 不用 谁也不能成为我的阻碍 我们几个家族能否进入中原 就在此一举了